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簡稱CPI 是反映整體消費物價水平的指標 也是內地通脹最重要的指標 內地CPI主要包含八大類消費品 包括食品、煙酒、衣著、醫療保健等等 當中以食品佔CPI的權重最高達到三成 而食品價格之中,又以豬肉的佔比是最重的 因此,好像豬肉這些食品價格上升 就很容易推高CPI 2019年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豬肉價格飛升,推升了CPI 以八月份為例,豬肉價格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七 CPI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二點八 單單豬肉價格增幅已經佔CPI增幅四成 CPI持續錄得證增長,我們稱之為通脹 相反,CPI出現負增長,我們稱之為通縮 分析CPI的高低,要配合國家的通脹目標及宏觀政策來看 2019年,中國的通脹目標定在百分之三左右 貨幣政策保持鬆緊式度 一般意見,CPI持續遠遠高於通脹目標 市場會憂慮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壓抑物價 相反,CPI過低,甚至出現通縮 市場會憧憬央行會放鬆貨幣政策,刺激物價 當然,貨幣政策的方向還要視乎其他因素 例如中央的雲觀經濟政策 總結而言,食品價格對內地CPI影響最大 當中又以豬肉價格權重最高 另外,初過分析物價水平時 就要留意國家定下的雲觀調控政策 中央比較適合下的雲觀